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将参加一场极其特别的奥运会 有些项目你甚至都没有见过 最终只会有一名胜利者 获得价值25万美元的金牌 考验综合实力的比赛 到底哪个国家最强呢 第一项田径 规则非常简单 30秒的时间选手要跨过三个障碍 终点有一道大肛门 肛门会慢慢关闭 如果选手被肛门阻挡住就会被淘汰 先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的盛况 此时肛门正在缓缓关闭 第一名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 他身体素质一流速度非常快 第一个抵达终点 后面的选手就悲剧了 肛门正在逐渐关闭 这意味着出口会越来越小 一旦拥挤 很多人将无法完赛 看这个状况 应该是有一大半的人被挡在了肛门外 第一回合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全部被挡在了肛门外 有97个国家进入了下一轮 第二轮死亡体操 每一轮有10个国家参赛 但只有前5个到达中间平台的人才能晋级 这个项目就两个关键因素 速度和运气 因为你面对的全是类似于翘翘板的路 速度一定要快 运气也一定要好 像这位来自叙利亚的选手 一味的追求速度就不行 稍不小心就滑了下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轮第一回合 印度尼西亚 乌拉圭 德国 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登场降台 后面的比赛就基本全是运气了 很多运气不好的国家掉了下去 最终在第二个项目中 又淘汰了50个国家 现在只剩下了47个国家 第三个项目 射箭 每位选手有一次机会 站在平台向远方的靶子发射 只不过在这次比赛开始前 加入了一个小环节 每个国家都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可以投给自己不喜欢的国家 谁收到一票 谁的靶子就得往后10英尺 这就看平常的口碑了 最热门的几个 以色列 俄罗斯 德国 日本 这些国家收到的票数都很多 还有些国家把票投给了印度尼西亚 不是因为别的 因为印尼这位选手表现太出色 对所有人都是威胁 好了 比赛开始 第一位关岛的选手得到了3票 不知道谁会这么讨厌关岛 3票就往后30英尺 只让这位关岛选手第一个被淘汰 摩纳哥选手得到了6票 但60英尺的距离也没能阻挡住他 还有斯洛文尼亚 没人给他们投票 所以靶子很近 轻轻松松就能射中 很多国家都没有得到投票 也都能轻松过关 最可怕的是印度尼西亚 因为表现的太过于出色 惹来了麻烦 居然得到了12票 他毫无意外的被淘汰 最终只剩下了16个国家 成功进入下一轮 这一轮开始前 野兽先生给他们准备了一点小福利 如果现在谁放弃挑战 就能拿走1万美元 大部分人都扔掉了钱箱 因为这个比赛不仅仅是为了钱 更是为了国家的荣耀 不过也有选择拿走1万放弃比赛的 会是谁呢 当然是意大利 这也怪符合他们的传统 除了意大利 斐济也放弃了比赛 现在又剩下了14个国家 他们将进行剑术比拼 这个规则就不用多说了 谁先刺中谁就赢 在分好组后 比赛正式开始 阿塞百姜第一个被淘汰 摩纳克第二个 利比里亚第三个被淘汰 不管怎么说 最终只会有7位选手进入最后的决赛 他们分别是斯洛文尼亚 摩尔多瓦 塔吉克斯坦 厄里特里亚 利比亚 伊拉克和萨摩亚 决赛项目最为激烈 点球大战 规则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把球提进球门 就能进入下一回合的较量 很遗憾中国选手没能通到决赛 不然现场观众 就能欣赏到中国足球出色的水平了 好了 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很简单 就从点球点踢 这基本没啥难度 我奶奶都能踢进去 第二回合开始增加难度 白丝块大板子 只留中间的一个位置 还是从点球点开始 这其实也很简单 但7位选手中 只有摩尔多瓦没踢进去 6位选手进入第三回合 这一轮要把足球踢进更窄的空档里 这次更考验技术了 斯洛文尼亚首当其冲 皮球精准入网 厄里特利亚的这位选手 力量太足 球打在了板子上 第二个被淘汰 利比亚的这位选手 从头到尾一直都很稳 成功通关 萨摩亚选手脚法欠缺 也被淘汰 伊拉克选手太追求角度 第四个被淘汰 塔吉克选手可能听错了规则 以为是打板子 结果也被淘汰 这一回合下来 只剩下了两位选手 斯洛文尼亚和利比亚 他们将进行最后的对决 最后的规则很简单 一个射门 一个守门 轮着来 首先登场的是 斯洛文尼亚的选手 看起来非常自信 还做了个假动作 但利比亚选手比他更自信 眼神透露着坚定 利比亚选手是个狠人 用命根子挡住了射门 接下来轮到利比亚射门 斯洛文尼亚能守得住吗 利比亚这哥们 一看就经常踢球 成了最后的赢家 获得了25万美元的奖率 这场特别的运动会 意义非凡 野兽先生还给了 每位选手2000美元 毕竟体育运动嘛 重在参与